沈沈 大哥 沈沈 大嫂 大嫂 怎么样了 你们还来干什么 那 那个 叔叔 心脏病发作了 你爸爸通知我们 我们就来了 要不是因为你们 爷爷怎么会犯心脏病呢 你们最好赶快离开这儿 不要再惹爷爷生气了 蔡凡 这事爷爷自有安排 你少说两句 沈沈 您别担心 这医院好 又有一流的医师 叔叔不会有事的 是啊 别担心 叔叔他 什么大风大浪 没有经历过呀 别一副油腔滑掉的样子 我看见你们就有火 采凡说得没错 他爷爷要是有什么 三长两短 我要你们好看 沈沈 你说话得公平一点 怎么说 我们也是刘家的人呀 自家人回自家住 有什么不对的呀 你干吗防我们 就像防家贼一样啊 你这样说话 我们心里很难过 大伯 沈婆 这个我妈说话呢 是难听了点 但确实也没有说错 我说你们就别生气了 你们这年纪 确实也已经大了 应该把机会 让给我们这些年轻人 来试一试 你们要相信我 如果这金银权在我手上 我一定让金玉堂风生水起 把咱们家的酒 推上世界第一的位置 刘翔啊 你还真以为家里没人了 是不是 你看你爸妈一回来 就要米方 你呢 来要金玉堂的金银权 我 你说说 这难道不是家贼南方吗 打江山的时候你们不在 现在做出一番事业了 你们就回来了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我说 别那么仗势欺人 说句公道话 这些 看到没有 那都是正正经经的刘家人 刘的都是刘家人的血 可是你呢 你是被人给扔到了 金玉堂酒庄门口的孤儿 要不是大哥和大嫂 刘老心肠好收留了你 你早就横尸接头了 你以为刘家的房子住久了 你就成了刘家的传人了吗 别那么横 也说到正宗刘家第四代传人 就非我家刘翔莫属 名正言顺 身上留的可是正宗刘家人的血 一个没名没姓的孤儿 哪边凉快哪边去 别站在这儿碍眼 说什么 你跟他一般结识 谁是孤儿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你婶婶说得也对 你本来就不姓刘家人 妈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这么多年 你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做您的女儿吗 我为您做了那么多 你真的一点都无动于衷吗 为什么 你总是要想着玉萍 说不定 说不定 他早就已经死了 你 我根本就不需要像你这样一个冒牌货在我面前嚼舌根子 我告诉你 我只有玉萍你一个女儿 而且 我相信他没有死 我一定能找到他 我 慧敏 采凡 进城 快把他追回来 你们都给我听着 不管外面说什么 采凡 就是我的孙女 还想留在刘家的话 就好好管住自己这张嘴 不要拿他的绅士打做文章 还有你 跟你说了多少遍 不要伤害采凡 和利亚